人家業餘球會的球員都這麼積極 你自己作為一個職業球員 你怎麼可能不懶惰呢 那就更加會有一個警惕性 當時我自己就未說很成熟 那時還是比較年輕的 22歲 我記憶中就是 剛踢完第一年之後 是新加坡那邊的贊助商 他也贊助在新加坡其中一隊的球隊 叫做牙龍 他對球員正正有些球員受了傷 在結束的時間 他又欠冠冠 然後又獻決一個易峰的球員 他看了我 過到那邊就感覺挺新鮮的 就是過到不同的地方踢球 加上他們也不是 那時新加坡沒有職業的 以往我們跟香港隊 出外踢球 去集訓踢球 青年龜日也看過外國歐洲的球隊 就是亞洲的很多頂級球隊 也想試試東南亞那邊 就是新加坡那邊 看看水準去到哪 去到的時間 就純粹踢我自己的球 很難說跟新的隊友有很好的文契 其實我踢的那隊 其實大部份都是新加坡國家隊的球員 變成他們的能力比較高 容易配搭 你去到外面 作為一個外援 你去到球隊裏面 又變成了一個重心 當時也有些壓力 整隊球都會集中在你那裡 好像記憶中是七場聯賽 一場杯賽 那杯賽其實已經入了決賽 最後就是踢決賽 七場聯賽最後兩個冠軍都取得了 他們那時的水平 如果有一些很外援的那些 其實可以接近香港的中間那些 當然我們香港的時間 外援水平比較高一些 其實是很接近的 但是看到別人雖然是業餘 但是態度很好 他們一個禮拜練兩次球 踢一場球 但是那個體能都相當之好 不錯 就是去看東西 就不是說去跟別人怎樣踢 就是看到別人那邊的業餘球隊 球員的心態 就是平時在練習中的態度 回到你自己都要積極一點 別人業餘都這麼認真 我們叫做職業 那我回到你怎麼會不勤力呢 如果我們不勤力的話 就連別人業餘都不如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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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